走 快过来 小黑 燕子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大包小包的 干什么 你闺女 我给你送回来了 小黑 什么叫送回来了 什么意思呀你 还什么意思 你女儿现在生病了 怎么还想让我亲家大海呀 我把你女儿给你送回来 我不管她了 她现在就是个雷瑞 你自己管她吧 哎呦 我给她离婚 你说这叫人了吗你 你什么意思 还想打我呀 你别忘了 你还叫我王海嫌呢 妈 这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真不真的 你问你妈不就知道了吗 行了 人我要送到了 我先走了 小黑 你真的那么狠心呀 妈 她就是个人渣 行了 燕子 别难过了 她这好人呀 不值得你伤心难过 妈 这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再嫁给她 行了 燕子 别伤心了 这小黑不管你 妈管你 妈 可是这个病要花很多钱的 行了 燕子 这钱的问题呀 你不用操心 妈会给你想办法的 妈 行了 婚女 别要哭了啊 走 忙着你去休息 燕子 燕子 妈有好消息 燕子 妈有个好消息 告诉你 妈 这咱家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燕子 你终于可以去动手术了 这你的首付费已经凑够了 妈 咱们哪来的钱呀 这有个好些人 给我们捐助的 可是他不愿意透露姓名 妈 会有这么好的事吗 行了 你就安心养命就行了啊 走 现在妈就给你去医院 进来 燕子 你好了 是啊 经理 我好了 我今天是来报到的 那先恭喜你啊 这小黑啊 卖房子也值了 什么 小黑把房子卖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 你不知道 这小黑为了给你看病 把房子给卖了 他没告诉你吧 这 经理 这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那行行 这怎么回事啊 还是 妈 怎么了 燕子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妈 你实话给我说 这我的手术费 到底是从哪来的 我不告诉你了 妈 是那个好些人 专注你的 妈 你就别骗我了 你实话给我说 是不是小黑卖房给的钱 燕子 你听谁说的呀 妈 你就别骗我了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 燕子 你竟然都知道了 这妈 都告诉你吧 事情呀 是这样的 小黑 你今天让我来 有什么事吗 妈 我想拜托你件事 什么拜托不拜托的 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说吧 妈 我想让你啊 陪我演一出戏 我把这房子给卖了 什么 你把房子给卖了 这为什么要卖房子呀 妈 你也知道 燕子这个病啊 不能再错了 如果 我告诉她 我把房子卖了 她肯定啊 不会同意的 所以我想着 让你配合我 演一出戏 这 行了妈 你也别为难了 这张卡 你拿着 这个房子啊 明天 就不是我们的了 小黑 这真是苦了你了 妈 这为了燕子 再苦也是值得的 希望你啊 不要告诉燕子 妈 你说你 怎么不早告诉我 害得我 恨了她那么长时间 燕子 这妈呀 也是没办法呀 妈 小黑现在在哪 你告诉我 我要去找她 这小黑啊 她就住在 她以前那 那破房子里面 什么 儿子回来了 儿子 你回来了 妈给你做好饭了 来吃饭去吧 妈 我不吃了 我没有胃口 怎么了 儿子 怎么没胃口了 对了 你今天找工作 找着了没有啊 没有妈 这是人家说 再等等 再等等啊 行 不着急啊 就当歇几天了 儿子 能不能给我 先拿点钱 妈 你又要钱干嘛呀 我要钱能干嘛呀 打赔呗 妈 你怎么还打赔啊 你不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离婚吗 妈 你都多大年龄了 整天就知道打赔 不干点正事 儿子 你也说了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让我去干什么正事啊 我就这点爱好了 就打打赔嘛 赶紧给我点钱 我去赔钱 妈 我没钱 儿子 这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会没钱了呢 给点少给点也行 妈 我现在工作都没有 我上哪 弄钱给你去啊 你别烦我了 行不行 行啊 不给 不给拉老 饭呀 爱吃不吃 我自己想办法去 今天啊 真是太开心了 哈哈 儿子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啊 说吧 今天啊 妈输钱了 妈 你没有搞错吧 你输钱了 你还高兴 你没发烧吧 臭小子 说什么呢 我脑子非常的正常 你不知道 我今天输了多少钱啊 就输200块钱 这是我啊 打牌以来 输的最少的一次 再给我点钱 妈 你一打牌就输 一打牌就输 这你的钱 从哪弄的呀 从哪来的 你就别管了 我自有办法 快点再给我拿点 我去翻本 妈 你真是不可理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没有钱 小黑 你这是什么儿子呀 怎么对妈的 这妈把你养大 容易吧你 要个钱都不给 妈 你之前打牌的钱 是不是借的呀 反正你又不给我钱 你还管我钱 从哪弄到干嘛呀 真是早信 哎 行 你就打你的牌吧 你要是欠钱啊 我绝对不还 谁呀 来了 阿姨 你怎么来了 阿姨 这我怎么来了 你心里也没点数啊 燕子 我不就借你几个钱嘛 你这也跑到家里来 给我要嘛 阿姨 那可不是一点钱 那是六万呀 要不是因为小黑 算了 这是欠条 怎么 还不打欠条啊 阿姨 这你借我那么多钱 打欠条不是应该的吗 行了 打就打了吧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儿子 阿姨 只要你按时还我钱 这个事啊 不会告诉你儿子的 行啊 这个钱呀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走吧 那行 那我先走了 哎 这怎么办 六万块的 现在的工作 这应该找 什么 我妈竟然欠了这么多钱 真是气死我了 小黑 燕子 怎么是你啊 哦 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别提了 这我妈打牌 欠钱了 我看 欠条上有这个人的地址 我就找过来了 小黑 其实 借你妈钱的人 是我 什么 燕子 为什么要借给我妈钱呀 这当初 你妈说你生病呢 我才把钱借给她的 什么 说我生病 这我好好的呀 没事 燕子 你放心 这个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小黑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燕子 你说吧 小黑 这当初跟你离婚 也是我一时冲动 我也知道 我自己爱打牌 不过现在 我戒了 看 咱俩能不能复婚啊 燕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我一定会跟你 好好过日子 再说了 这个钱 就不用还了 我会跟你一起 劝劝咱妈的 这个钱 就当给咱妈 买个教训了 行 燕子 那咱们俩复婚吧 你同意了 不过 燕子 这回忆以后 一定要劝咱妈 不要再打牌了 行 她如果不听话的话 这个钱 我一定让她还 行 咱现在就找咱妈去 走 走